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国内的疫情进展 我国今天新增12735宗确诊病例 有5个州属的确诊病例破迁 其中沙拉越依然是排在全国榜首的 新增2487宗病例 那雪兰呢新增1940宗排在第二 接着是柔佛1241宗 那几打佛洛交易两个星期之前呢 就成为了旅游泡泡计划的先锋 开放让民众跨州旅游 然而今天确实传出 佛洛交易出现了第一宗来自其他州属的境外输入病例 几打的卫生局主任今天发文告知出 患者是一名来自森美兰的三岁孩童 早前他随父母乘飞机前往佛洛交易去旅游的时候发现确诊了 由于这个卫生部规定 六四以下的游客是不需要进行新冠检测的 而且那名小朋友在出发的时候并没有出现症状 所以直到登岛的第二天才出现发烧 检测之后才重视确诊 无论如何我国现在是陆续放宽防疫措施 而对于早前传出政府有意要开放边境一事 内政部长今天也给出了回应 内政部长韩沙赛努丁今天在击打黑木山出席活动后表示 我国边境暂时不会重开也暂时不会对外开放旅游 除非国内迈入地方流行病阶段到时候再另做安排 不过韩沙赛努丁表示 负负管制边境的执法单位包括移民局和大马皇家警察部队 都已经为边境随时开放做好了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